像是連隔休四天 很多地方 很多景點 人都慘慘慘 在南島嶽山的自南宮 就民眾 只看說有這個男人 哪像是拿手機 對一個女兒投協 這讓其他民眾 跟威調的立昇冠警報警察 警方一個狗地 看這個男人的手機 並沒有發現投協的 養品 或是送品 正是說這是一個國會 這人被男主圍繞的 不然沒有讓他離開 還會來報警 原來這個男主比民眾知恐 他是拿到手機 對著其他的路主來投協 店家的老闆發現 那後來就是他們要走了 後來那個老闆就去跟那一群人講 事情發生在九號 南島第三次南宮 這條罵罵的人條 不過民眾知恐 這個男主來到廟前已經幾十天了 不過所以被店家的正義 他們是拿到手機在投協 比其他的民眾威調的不准離開 警方後來監視男主的手機 並沒有發現投協的壓批 才是送品 但是我在拍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特別去注意說 我前面鏡頭裡面會不會有人 美鳥民眾表示 如果像手機在那上 會盡量拍片 那裡吉他人之歌 如果要對著地點的人數 那上應該先出到最後的動議 李主表示 那上之前應該要注意 拍片會喚到現化 風海避避 以及肖像權 再給別人的長相 這不一定是民視親權行為 李主也說明 如果避開特定的人數 那就是頭路沒有公開的外 當那就是因素 無違 才會避到風海避避的形式 如果如果避開公開 就有核 那就是沒有避開的人數 壓上 應該是也不會避開到形式 不過那上進展 應該先順便對方的動議 提到要引起相關的正義 記者台中綜合報道